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我们说的冠状 新冠状 SARS MERS 还有这个Zeka病毒 这些病毒它都能接抗 所以一类刚好说本身就具备了广普接抗病毒的能力 而不是说只选择特定的这个病毒去接抗 第二个活性成分是一个黏膜 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因子 那么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因子在作用的时候 一方面它能够帮助我们呼吸道在病毒感染损伤的过程中 重新修复它的这个黏膜 同时呢 所有的修复因子也有抑制严重的过程 那么在未来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呢 能够推动我们这个药物的研发 在应急的过程中进入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有一个预测通道 同时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药物未来有机会 用到我们人群中作为我们老百姓 通常的预防呼吸道感染的药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